晚上好,我是素年锦时 今天我要讲述的是 杭州第一美女王应霞 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 作者是张婉婉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年少时 我们总会很轻易地爱上一个人 也许在别人眼里 他平平无奇 毫无亮点可言 但在你的眼里 他就是那个最特别的存在 经历过爱情的悲欢后 渐渐懂得 喜欢一个人很容易 爱一个人却是一个宏大的课题 是对恋爱双方智慧的一场考验 杭州第一美女王应霞 一生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让她体会到 什么叫爱之深恨之切 第二段与她半身温暖 让她懂得何为细水长流 她以两段截然不同的婚姻体验 告诉我们 乱渐渐之欢不如久处不厌 王应霞出生于浙江杭州 他本姓金 小名金索 小金索自幼 承欢在外公王二南席下 改名王旭 号应霞 王二南先生学识渊博 满腹经纶 春雨润雾 王应霞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 长大后的王应霞出落成了一个标志的美人 房间流传 天下女子属苏杭 苏杭女子属应霞 日本的一位历史学家曾称赞她 就像电影明星一样好看 见了一次难以忘怀 1927年的一天 在世博孙百刚家 19岁的王应霞偶然邂逅了才子郁达夫 在此之前 王应霞听说过郁达夫的大名 并读过他的作品 眼前这个男人 身材并不高大 小眼睛 高颧骨 脸颊格外轻瘦 他貌不出众 但才华横溢 乍看 很有些明示风度 郁达夫眼中的王应霞 美得令人惊艳 他一颦一笑 皆是风度 举手投足之间 尽显女性的妩媚动人 当日回到家中 郁达夫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 我的心被应霞搅乱了 南风大 天气却温和 月明风暖 我真想杀了他 少女的美好 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 短短两个月 郁达夫就写了一百多封 缠绵翡测的情书 正因为我很热烈地爱你 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意离开你 又因为我很热烈地爱你 所以我可以丢生命 丢家庭 丢名誉 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 情道深处 他挥笔为心上人提诗 招来风色 暗高楼 写隐名山 试白头 好事只愁天度我 为君先买五湖粥 女人都是感性的 面对炙热的情话 王应霞心动了 可是 郁达夫是有妻子的 这让王应霞 既矛盾又痛苦 对于这段不伦之恋 有人们都不赞成 为了阻止他们恋爱 孙百刚甚至为王应霞 介绍认识了 家境优渥 意表人才的张克彪 但是 他严重低估了 郁达夫对爱情的疯狂 他直接请张克彪去喝酒 并且开门见山的坦白 我对应霞已入了谜 着了魔 勾了魂 射了魄 张克彪原本就对王应霞无异 目睹郁达夫如此痴情 当即表示退出 郁达夫一鼓作气 穷追不舍 终于如愿以偿 抱得美人归 不久后 两人在上海订婚 彼时 郁达夫的发妻孙权 正在北平一间简陋的产房里 经历分娩之痛 生产与郁达夫的第三个孩子 1928年2月的一天 在杭州西子湖畔 郁达夫和王应霞 喜结连礼 这场盛大的婚礼轰动了全城 著名诗人柳亚子 以富春江上神仙旅 来形容两人的般配 那一年 他20岁 他32岁 所有人都以为 他们会幸福一生 那时的王应霞 并不明白 太热烈的爱情 大多盲目 迅速迸发的激情 也一定会因为现实的无情 而迅速冷却 婚后 王应霞如仙子 坠入凡间 曾经的他 不食人间烟火 如今 他买菜 做饭 把两个人的小家庭 打理得井井有条 郁达夫的工资和稿费收入 加起来 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小两口的日子 过得十分宽裕 王应霞 曾在自传中透露 每月开支 为银阳200元 折合白米 二十多蛋 可以说是 中等以上家庭了 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那是一段甜蜜时光 在爱情的滋润下 两人三年之内 连得两子 然而 婚姻和恋爱 有着本质的区别 它绝不能只靠 短暂的激情维系 而是两个成年人 愿意为对方 做出让步 甘愿承担 平凡日子中的柴米油盐 和一地鸡毛 婚后没几年 两人的性格差异 出现端倪 郁达夫生性喜敬 王映霞热热中交际 二人的爱潮 风雨茅庐渐长后 客人络绎不绝 王映霞俨儼然成为 杭州社交界 闪闪发光的明星 对于王映霞 丰富的社交生活 郁达夫心生不满 他曾说 王映霞奉行 明愿做派 不衣暖 菜跟香 并非是他的理想人生 王映霞对 郁达夫的不满 也在不断滋涨 郁达夫 嗜酒如命 因为喝醉 被关进过看守所 他骨子里那种 闻人的多愁善感 使得他情绪多变 稍有不如意 就离家出走 一次 因为王映霞的一句话 郁达夫不开心了 他便离家而去 在王映霞担忧不已时 他发来电文 钱和手表被窃 送送一百元去宁波 王映霞赶紧当掉首饰 把孩子托付给母亲 独自坐船到宁波 他心急如焚 但到达旅馆后 看到的却是丈夫 正在和几个朋友 喝酒谈笑 顿时他觉得很委屈 凡此种种 生活的琐碎 日日积累 最终化为 王映霞心中的一根根刺 时不时地 就会冒出来扎他一下 这种疼 虽说不至于刺骨追心 但时间久了 却也成了伤 最让王映霞难以释怀的 是郁达夫和原配夫人的 藕断丝连 婚前 他曾信誓旦旦地承诺 会和孙权离婚 可婚后 他不但没有兑现诺言 反而担负着 对方的生活开销 外人看来 小两口的生活波澜不惊 但这其中的暗潮涌动 只有他们彼此心知肚明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 王映霞带着孩子到离水避难 郁达夫被调往福州工作 异地分居将两颗心的距离 拉得越来越远 在离水逃难期间 王映霞和浙江省教育厅长 许少帝是邻居 许少帝的妻子病逝不久 他独自带着孩子生活 两家走动得比较频繁 一个是丧妻的官员 一个是独居的美女 流言蜚语 顿时像长了脚般的四处流窜 很快 这些闲话 传进了郁达夫的耳朵里 紧接着 郁达夫在家里 发现了几封许少帝 写给王映霞的情书 他认定妻子出轨了 盛怒之下 他把这几封信 刊印出来 分散给好友 王映霞觉得被冤枉了 气得离家出走 搬到朋友家去住 郁达夫却没有就此罢休 反而在《大公报》上 刊登寻人启事 王映霞女事件 乱世男女离合 本属寻常 如以某君之关系 即搬去之细软衣室 献银 款项 器具等 都不成问题 为乳母及小孩等 想念慎音 起告一地址 郁达夫紧起 这场闹剧 最终以郁达夫的公开道歉 王映霞的大度原谅 宣告结束 但信任就像是一张纸 一旦皱了 即使抚平 也无法恢复原样 1938年12月 郁达夫携妻子远赴新加坡 担任星州日报文艺副刊主编 原以为 此次远行能将之前的捕快冲淡 不曾想 两人却在异国他乡 反目成仇 出国后 郁达夫对往事依然耿耿于怀 他在报纸上发表回家诗迹 直白地暴露说 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 他兼淫了我的妻子 自然比敌寇来兼淫要强得多 王映霞彻底被激怒了 他以一封偿信的开始 和请看事实 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回击 在文中 他声称要揭穿郁达夫那颗 蒙了人皮的瘦心 曾经的恩爱夫妻 斩断情思 互泼脏水 上演了一出 你死我活的口水大战 事已至此 覆水难收 1940年 二人已离婚 遗憾收场 时隔多年 92岁的王映霞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 而玉达夫只能跟他做朋友 不能做夫妻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百分的爱人 只有在生活中不断磨合的两颗心 当缘分已尽 好聚好散 体面地告别 是对彼此最好的尊重 即使不能相守一生 但在这漫漫人生之路上 他曾陪你走过一程 你们曾真诚地爱过对方 温暖过彼此 就已足够 像个小孩一样 任性肆意地杀害对方 只会把曾经拥有过的美好 破坏得一干二净 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 王映霞带着一身伤痛回了国 痛苦让人成长 他变得更加成熟 再也不会被一时的激情冲昏头脑 他依然相信爱情 只是择偶观变了 既不要明示 也不要达观 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 没有家世 身体健康 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 带我的男子 老天带他不薄 没过多久 他就遇见了那个对的人 他就是华中航运局经理 钟贤道 1942年4月 王映霞再次披上嫁衣 风光嫁人 那天 重庆百岭餐厅 人潮涌动 热闹非凡 蝴蝶 金山等当时的大明星都前去赴宴 婚前 钟贤道许诺 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 我们会有一个圆满的未来的 请相信我 聊聊数语 质朴无华 没有赶天动地的山盟海市 他用一生的宠爱 兑现着自己的承诺 他们的女儿 钟嘉丽回忆 父亲一生对母亲 倍加呵护 事事都让着母亲 给他写信时 称他为 小心肝 称母亲为 老心肝 他恨不得把一切 能给的 都给王应霞 他在王应霞身上 用钱慷慨 自己 却十分节俭 既不抽烟 也不喝酒 穿的衣服 是家里最旧的 七十年代 家里好不容易 弄来了维生素E 他对女儿说 这些都让你妈妈吃吧 我反正吃中药 中药对身体好 文革期间 玉达夫被打成黄色作家 王应霞 也被拉出来批斗审问 钟贤道心疼不已 不断央求人家说 你们不要打他 一段感情 互相迁就 才最长远 双向奔赴 才有意义 他的心疼 换来的是妻子的体贴 婚后 王应霞甘愿辞去工作 洗手做羹汤 他很会持家 烧得一手好菜 女儿回忆说 在困难时期 能吃到一碗 母亲烧的青菜面疙瘩 让他幸福无比 钟贤道 陪伴了王应霞 三十八年 他给了王应霞 许多温暖和幸福 王应霞称赞他是 一位好丈夫 好父亲 好祖父 好外公 王应霞晚年回忆说 如果没有前一个他 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 如果没有后一个他 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 曾经他爱得轰轰烈烈 得到的却是满身伤痕 后来他明白了 好的爱情并不是惊涛骇浪 而是深情陪伴 用心相守 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 一段婚姻光靠短暂的激情 注定无法长久 只有两个人相互欣赏 相互成全 才能携手余生 时间总是把最好的人 留到最后 余生 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一屋两人 三餐四季 温温柔柔的细水长流 便是一个女人 最幸福的归宿 好了 今天的文章 我们就分享完了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在阅读里 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晚就是这样 我是宿年锦时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